首先月菊它的一个有效的成分 其实它也有叶黄素 也有可以改善微循环的这个月菊的提取物 其实月菊也就是蓝莓了 它可以改善这个微循环 但是呢它跟保明的区别点在哪呢 它跟保明的区别在于月菊里面额外添加了DHA 是的 所以我们会特别强调说 对于小孩子势力还在发育 会特别推荐月菊 因为它不光可以帮它提供叶黄素的补充 帮它改善微循环 它重点还可以帮它补充这个DHA 但如果它叠加DHA软糖 那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保明呢 它的优势在哪呢 它的优势在于它添加了更多的叶黄素 以及玉米黄制 所以它对于保护黄斑的这种作用是会更强的 而且它同时还有杭菊跟枸杞 比如说经常熬夜 容易干火上炕的 容易干火旺的虚火旺的人 其实对于保明来说也是特别好的 但是 但是